這三檔自主月月配ETF 比00940還要好 這瘋狂的馬簡稱瘋馬秀 toddler 什麼 什麼 什麼不是 不要褲子的啦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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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不錯你這個呼呼不錯 我跟妳之前說你應該叫個馬生 是不錯 讓我去練一下 這個瘋狂的馬簡稱瘋馬秀好不好 好吧我接受 你這什麼是瘋馬秀嗎 什麼 不知道 昆森那時候有去看瘋馬秀啊 看不起來沒有 希望可以在福利社 我們剛剛覺得那個叫聲是鳥的叫聲 嚇到瘋牛秀 對啊 你看她說你叫聲是牛的叫聲啊 那個是鳥變鳥了 你看再叫一次 你是癢 你什麼 呃呃什麼 呃呃比較像的 呃呃 裕凱你講一下怎麼用 呃 欸好像 我要我要 馬是這樣啊 你好像啊 牛呢 牛 呃 哦 好像哦 豬呢 豬大家都會啊 豬不要演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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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最簡單的啊 好好演一下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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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一肯就不錯 那你覺得你演什麼最精采 你演什麼最精采 嗯 樹懶叫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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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講髒話 豬 欸 我不是跟他 啊 你演什麼 這個是主持人 你們剛剛 水度太高 不是 都被剛剛 他說樹 是不是那個 是樹懶 很慢的那個 睡覺 可是你為什麼要把他講三個字 不是啊 樹懶的叫聲 不是 你要誇張的啦 不是 我覺得你對我是 情色的汙染 你心騷擾我 你看 怎麼辦 凱哥 凱哥解釋一下 我解釋不了啊 你不能拿私事出來講啊 他剛剛有問我們 知不知道 樹懶 大聲的叫 可是你不要簡短的說 郭老師你會不會被手懶到 有 我剛剛突然嚇到 你感覺是不要嚇到快不行好不好 他剛剛 我們先為了評顧一下 你就來樹懶的 來樹懶的慢慢的叫一下 都做這麼慢一點 網路上查得到 真的喔 啊 啊 ok 媽啊 好 樹懶 他要叫這更慢一點叫太快了 好 再來一次慢一點 蠻像的 好像喔 好像的 你不要騷擾我了 心騷擾我 什麼四位 暫時黃兒喜不清了 不舒服好不好 通常聽 現在最誇張的是什麼 0056 00878 這三檔自主越越配 ETF 比 00940還要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啦 為什麼我要選這三檔 為什麼不選別的 對啊 那這三檔什麼特別 都基配 基基配 基基配 把它配成 越越配 不就好嗎 我們來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坤森老師你好 中坤老師你好 來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那我覺得說這一集 因為說現在ETF真的是 太多了 多到說那個代號 甚至說 好我知道這個代號 那根本就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說 ETF這一集很重要 老師很多人 就像很多人 很多人訂閱你的頻道一樣啊 他知道你很帥 他不知道你講什麼 他就訂閱你的頻道 對 類似這樣的感覺 他不知道其實你外表裡面還有點內涵 是啊 應該有嘛對不對 有有有 對對對 老師靠花美男來著稱的 好不好 老師來看一下 好 所以記得加老師的Line 小老鼠 WE178 好 坤老師 哎呀 這個叫做股市貴公子 貴公子 除了貴公子以外 有一個也是陳人經是你最愛 每次都這個老梗的 對老梗了 希望哪一天變成你錢錢最愛 蛤這麼多 你也蠻花心的 幫忙幫我花心啊 是嗎 應該不是啦 第二位 詹音宜陳芬醫師你好 老師好 坤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所以我是第一代就對了 初代 誰說你是初代 誰說你是初代 那是節目上 對 我覺得這一集真的很重要 我待會分享一些我 如果我是投資人 要買ETF的一些看法 對好 謝謝老師 議長老師 外資超還手 是的 這個是也是北大畢業的 有沒有看到 北大那個官華管理學院的一個 的金融措施 很優秀 記得加他Line 好不好 第三位就是害你怎麼樣 害我辣腸 這是什麼 害你素 害我就是學 樹懶怎麼叫 好好好 你真的還敢講 來 你真的很老實 育凱老師你好 來 你看有沒有笑 你看 我笑到臉都脹了 笑到逸臣老師你看牙齒多白 有沒有 一直笑 好了你說 樹懶 欸我本來覺得坤老師你沒在笑 為什麼 你覺得不好笑對不對 有 有沒有我看是震驚 震驚 他在想怎麼叫 他在想怎麼叫 來 育凱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其實我跟第一位坤老師一樣 我們都是有那個 非常那個 很俊俏的容貌 但是也是有一點內容的 欸講完之後怎麼全場安靜 我懂我懂我懂 對啊 我不知道怎麼說啊 對啊 趕快請老師上來講講內容 這個就像那個 比如人 人比人家 Lily的 然後他就是跟 他說跟Steven Curry 都是最偉大的人 對 然後比如說我們兩個合計 投了61顆 3分球 結果之後Steven Curry 投了61顆 他投0顆 你懂不懂 就像他說他跟坤真 是最帥團體 可是 他不是 他只是湊合著 喔 一個占100分 一個占0分的意思 就是歷史曲的有點爛 算了沒關係 來看一下 好 來啦 來 有沒有我跟他都打一樣的厲害 你看我跟妳比我看我身材好 我也好瘦喔 天啊 而且我好帥喔 你們要不要組一個團體 不要侮辱我 我們曾經其實就是團體欸 你們兩個 我們兩個本來就是團體了 對對對 他們以前自己有那個 一個頻道啦 有有有 你就被他拖累 所以那個頻道就停更了啊 所以我就 我們就單飛嘛 單飛比較紅 我們以前我曾經想過我們團體名稱 剛好一個姓林一個姓忠嘛 臨終之前 對 還不錯 這麼做 臨終之前這麼做 好來 好 越來越配呢超瘋狂喔 應該想現在ETF全部都超瘋狂 是 好那特別瘋狂就在越配型的部分 那ETF呢寫下所謂的驚人紀錄 首先呢 00929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呢 上市150天 突破1000億的規模 創下台股ETF規模成長最快的紀錄 可是接下來呢 一檔比一檔恐怖 00939呢 這個是統一台灣高級動能ETF 募資531億 創下台股ETF 最高募 你的那個尊屯喔 再借一下喔 最高募資 最高募集金額的一個紀錄 可是 那這樣ETF那麼熱 會不會真的很臨終啊 欸對對對 會不會現在過熱啊 過熱我覺得說 然後會不會 因為你又是育凱嗎 是 那坤曾老師你剛才說是 就是以前要臨終之前嘛 一個信領一個信中嘛 是 那坤曾老師有個真 那你有個凱 會不會真的買ETF 真供ETF是真的是凱值 真的是凱值 欸蠻有可能啊 短線過熱其實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泡沫倒不至於 好那其實我們把00940看完 因為這紀錄馬上被打破啦 募集金額1752億 欸這個馬上刷新00939所創下 馬上 馬上 不是這樣嗎 你不要孤獨人家 孤獨你年紀人 叫人家阿姨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馬就是這樣叫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凱哥 不是 就是你的畫面 然後他幫你配音 欸好啊 3 2 1 再一次 不要鬧不要躲了 再一次喔 你要再一次喔 3、2、1 嘿嘿嘿嘿嘿 好像這蠻可愛的 好來我們看一下 還可以 uh 我們看到右半邊拉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從2023年6月以來上市的台股ETF 好 從這個00929、00934 欸你們幹什麼 欸對 你們幹什麼 抓包 Sweur 幹什麼 脫衣服 搖一搖掉啦 欸 somethin人們 麥克風掉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那就讓他掉了 那就好吧 那就讓他掉吧 不感動了 對啦 不能亂碰嘛 不能亂碰 沒事 你剛剛把寬衣解帶 兩個幹什麼 真的很誇張 他今天真的很心三色 一個做素懶 然後什麼 那如果是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應該是你幫易哲老師拖啊 怎麼是易哲老師幫你拖 你告訴我 沒有拖 那個瘋掉了 我挖回去 剛剛那個也說不要了 對那個要剪掉 剛剛就說不要了 不要在這裡 他今天好像誇張 對啊 他尺度越來越開 拖錯了 如果你要做那件事的話 是Eason老師 動作要相反好不好 兩位好不好 你就穿著比較好 我穿著我不會再拖了 好好好 來 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非常多檔的ETF 都是從去年6月以來就上市了 好 那其實當然規模最大的 還是在於00929 因為他是月配的嘛 就符合大家的這種習性 那在去年的6月9號上市 好那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00934 110億也是月配的 然後00935 58億是半年配 00936 台芯永續 高息中小 只有37億還好 雖然他是月配 然後呢 00932 30億 既配 00930 1SG低碳 高息 33億 雙月配 然後以及00939 557億月配 再往下看 越看越精彩 00940 1752億的月配啊 好那接下來 4月22號開始還要募集一檔 00944 這個叫做野村台灣趨勢動能高股息 也是一檔月配的喔 好 我們簡單帶過之後看下一頁啦 好那這時候散戶就喜歡問了 你要買現成的還是要自己配 那我們今天就幫大家來做一個比較了 其實有時候你自己去搭配一些組合 說不定比直接買月配的還要好 好那我們先來檢視一下 目前有這個月配的ETF有哪些呢 有00940、00929、00939、00934以及00的936 那規模呢 從1700億到37億不等 那當然我們建議大家 你真的要選喔 我相信就是500億以上的會 大家會比較安全一點 安心一點點啦 好那我們看右邊喔 所以月配OK 可是老師月配有個問題啊 目前我就不喜歡怎麼辦 你就不喜歡 會不會配成另外一種月配 可以 對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我們怎麼樣用季配來搭成月配 重點來囉 好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季配席月份喔 那有些季配是1470 有些是25811 有些是3692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搭配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自己幫自己配出這種月配席ETF 各選一個 各選一個 那比如說我147我就選一個 選一個0056假設我選這個 那我就147都有了 我再選一個 就變成258選一個 369選一個 1234 對 56 789 101112 全都有了 全都有啦 那你怎麼選的EG的啊 是選最大的 我們建議是選最大的 因為我們講規模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選重點 所以我們在1470月選的是元大高股息 也是 網友們非常喜歡的一檔ETF 那如果在25811月這邊呢 我們選的是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 2617億 那在3692選的是00919群毅 台灣精選高息 好選這三個有沒有什麼好處 優點跟缺點 就變成月配了 我們跟其他月配 PK一下 好不好 PK來了 好選股邏輯我們來看囉 好首先看這個00940 現在在建倉期間的這檔ETF 好那他的成分股數量呢 50檔 選股邏輯是什麼 市值前300大 ROE最高的前90% 近四季的EPS總和都要大於0 而且要近三年都有配息 好再往下看 持股呢 電子是76% 非電子是24% 5月跟11月來做一個成分股的調整 那我們直接看另外三檔 好0056878跟919 好一樣50檔 30檔30檔的成分股 選股邏輯呢 0056的話是市值前150大 未來一年現金殖利率最高的50檔股票 那878呢是MSCI ESG評級分數高 同時還要過去三年平均年化殖利率最高的前30檔股票 那919的部分呢要市值前300大 近四季稅後ROE要大於0 而且呢日平均的這個成交額都要大於8000萬以上 好那我們再看下面囉 那同樣呢在電子跟非電子的組合呢 68%跟32% 這個比較平均一點 53%跟47%已經接近一半一半了 還有77%跟23% 好那同樣的在6月12月5月11月都會有這個季度持股的一個調整 好下一頁 好我們簡單看一下前10大成分股的占比 如果你挑選的是00940的話 他的前10大成分股就是 長榮 聯電 中美金 神機 漢唐群光 以及瑞宜聯發科 星象 星普 這10檔 這都已經公佈在媒體上了 那如果說是0056 00878 以及00919 我們也放大圖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裡面有很多是重疊的 比方說像這個聯發科也是重疊的 群光也是重疊的 大聯大這邊也有跌到 你會發現很多都是屬於有點 重疊持股的部分 可是 無論如何 這邊50檔30檔30檔 這樣綜合下來其實還是有 高達至少有670檔的股票 這個做一個分散的效果 雖然全民加起來50加30加30是100 110 可是至少有 你還是有分散效果 還是有分散效果 還是比你剛才那個 單純的月月配合的好多 是的 有670檔以上 好不好 剛才有問題嗎 媽媽 沒有 這不是蠻好笑的 沒有 沒有問題 你又變楊妹妹 變楊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往上看 我們先來做殖利率的一個比較 首先如果我們用這個目前前十大成分股 00940 長榮聯電這些的前十大成分股 我們來估一下它的這個殖利率 長榮5.7個百分點 聯電5.6 3.8 3.3 5.1 然後 我們再總和下來 跟這個台灣價值高息指數的利率去做一個評比 好你會發現 這個追蹤指數的利率近5年的平均 來到 紅色這個 8.6% 00940我們去做這樣回測的話 過去5年平均的殖利率來到8.6個百分點 老師 這個台灣價值高息指數就是940追蹤的 追蹤的指數 追蹤的嘛 那你是跟台灣的加權指數比 沒有錯 那看起來 好像 高很多 高很多 高的快要一倍 8.64.3 真的是一倍 這個殖利率差很多 跟台灣平均的殖利率差很多 是按斑馬一直舉手 剛才問你有沒有問題 你現在又說沒問題 就說有 我就是在這一張的時候有問題 我不發問你就真的當我是動物嗎 哼 你看上面的 是不是你是不是馬 我是馬 誰呢 老師我想問啊 就是上面的成分股的殖利率呢 都沒有來到8.6% 可是為什麼他追蹤指數有8.6% 是不是把我真的當動物呢 哼 有問題喔 他問到點上 上面都沒有8.6%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我們講這個是 推估過去的一個平均值 好我懂 那現在股價都拉高了 對啊 殖利率下滑了 所以代表不是我們常常 我們下面都寫什麼過去的獲利 不代表未來的保證 而且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提醒大家留意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為什麼去年 這個殖利率來到14.4% 因為他其中一個成分 長榮 佔了9.2個這個佔比 但是長榮去年的這個殖利率是40% 所以一下子就把 這一根柱狀體拉高了 所以平均下來才有8.6% 對這邊要特別替大家注意 所以你不要想像中那麼高 對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基本上有可能 你看這邊隨便看就知道 我看看感覺一下 這邊平均 絕對沒有5% 對絕對沒有 這4.多%而已 4.多%而已 長榮也掉下來了 所以 今年你看 所以 台灣價值高期指數 這過去的殖利率 可能 可能會來到一個低點 好不好 所以可能散戶 不懂那麼多 散戶不懂 散戶只要聽起來 哇10元好便宜 哇148好便宜 對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說 外面很多在可能在招攬ETF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看這樣的數據 這數據你也不能說他錯 但是有所偏頗 我們要提醒大家 所以你才需要我們的存在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看 好 我們是搞笑又專業的 是的 沒有錯 好 我們搞笑的部分 佔比只有10%不到 怎麼知道這麼好笑 肅蘭你 笑一下吧 來 都變馬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我們剛剛 提供給大家 還是不像 還是不像嗎 算了 這不是重點 學新興蠻像的 新興嗎 對 我不會新興啊 會啊 你之前有學過啊 那個啊 對 抓頭啊什麼的 不會 要破壞我的形象 你有形象可言嗎 有啊 如果依照我們剛剛的建議 幫大家自主的這種 越越配ETF 0056加00878加00919 你會發現喔 這個殖利率我們去做一個加總 平均下來 7.9 6.1 8.8 大概都可以得到一個 7.6%的均值 而且他有個好處 他以那個台灣什麼價值 台灣價值的高級指數嘛 對不對 他的好處是 這個是你想像的 他其實真的 也不知道有沒有領到過 對 他最近才建倉的 可是這一個 是以前有領到的喔 對 畫面這邊 是真的領到的喔 所以這個是貨真價值的 扎扎實的東西 7.6% 境內喔 是境內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把這0056 00878 0099自主一下 就有可以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看起來706真棒 而且怎麼樣你說 好 所以關鍵獲利密碼 還有這邊要提醒大家的 有所謂的可分配收益跟折議價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00940現在 因為還沒有正式上市 所以都是未知數 好看一下0056 目前他的帳上 可分配的收益 還有4.71元 還可以分到 可以分到股利去啦 算那麼多錢 沒有錯 然後還有1.6年 以平均殖利率來看的話 他還有1.6年可以去做分配 夠你發啦 夠發啦 再發 接下來說沒賺錢 5050還是OK 對再發 這幹嘛什麼 他 還折價 你買的還比較便宜喔 你現在你先買很貴 不知道貴什麼東西 對不對 沒錯 新的ETF都是 都是溢價的 很多溢價的 是 好 878的話也是一樣 他 目前帳上還有0.52元 可以再發 0.3年 沒有很長 可是至少還有 購春 090多 對不對 090現在你還沒有賺錢啊 所以他有些賣股票的獲利啊 或一些殖利率啊 或一些鼓勵啊 所以他也是 也是折價 也是折價的喔 然後0.99 那個溢價不多 溢價一點點 然後還可以再發 0.52年的鼓勵啊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是 股票也不賣 然後也沒有鼓勵的話 股票也沒漲的話 所以老師 平均折溢價 還可以買到便宜的 買便宜喔 所以我自主約配 0056 00878 0.99 還真棒 更有優勢 狂贏啊 關於是溢價這個題材 折溢價題材他贏了 是沒有錯 老師謝謝你 這個組得不錯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總比較 如果說我們是選單一月月配 00940的話 當然比較方便 因為我只挑一檔 自主約配就說 我三檔這樣弄起來 是不是稍微麻煩一點點 可是呢 風險分散程度 當然940就是 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是 那如果自主約配呢 至少我的資金是分散在三檔 ETF 相對安全 對 剛剛我們講過了 殖利率這個估8.6% 其實有點不太客觀 實際上今年也有可能 大概就在4%上下了 剛才看一看 就4% 除非主價在跌 對啊 那這個是貨真下持有配出來 7.6個百分點 之前真的配到的 對我認為這個會更香一點 OK 那預價率現在 09040你還不知道 可是呢 自主約配 已經有這個折價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直接來結論 自主約配雖然 比較不方便 但是呢 因為他上市時間相對久 好那01991的話 是前年10月 前年10月 那也不錯啊 至少發一整年 所以這個殖利率7.6% 是今年期考驗的 是的 怎麼樣都比940好一些啦 沒錯 進得起考驗很重要 好事情據說 那這邊還是再次提醒大家 雖然說00940方便性比較高 而且看似 殖利率高 可是因為呢 我們把長榮部分 單獨拿出來看的話 不得了 他的配息金額大幅度降低 殖利率還沒有8.6%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了啦 再加上說00940 他沒有經過一個完整的多空循環 這個選股邏輯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 都還是一個位置數喔 都還是位置數 馬請你回去 請你回去 我問兩個老師 不要偷跑 這個瘋狂的馬 純坤老師你這個怎麼看起來你喜歡月月配嗎 天天配 還是女生配 還是跟我配 跟你配 你今天怎麼一直騷擾男生 你就怎麼了 尺度特別大 因為我是邁馬 已經沒有自己了 跟他配 跟他配啦 那是要怎麼配 我自己配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有說其實因為說大家 如果要去買ETF的話 假設你在一到兩年之內 你這筆資金 你是會把它抽回來的 那其實 我個人啊 我會比較建議 直接去買0050 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你這筆資金 是有可能會抽回來的 就代表說你需要面臨到 可能會有資本利的損失這部分的問題 那因為說股票市場本來就是長期是向上的 那0050又是跟大盤連動性最高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你要兼顧到資本利的這一塊 0050就是這種最老牌的還是比較安全一點 那如果說你這筆錢可能在 3到5年之內 確定都不會把它抽回來 那我覺得 可以去買 940 或是像剛剛 凱哥所講到的自主ETF 就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有講到因為以前 很早很早以前 10幾年前 常常0056 根本就一整年 2、3、3、4年沒動 你賺的就是他的一個鼓勵而已 對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你賺的 鼓勵賠了價差 那不如買 0050老師的想法是這樣子 醫生老師是什麼想法呢 對 我會覺得說這個 跟剛剛這個想法一樣 跟坤村老師想法一樣 我會去買一些市值型的 因為 比較會說在這個台股漲的時候 你這個本身市值型的ETF 也會跟著漲 那有時候高股息的ETF 他的這個 表現就不一樣 因為 像這個成本股最大就會看到說在長榮 那 你如果回到那個選股邏輯那個4個 比較的話 其實長榮 如果在今年 這個值率大幅往下掉 沒有去年那種佔比的話 我覺得 在可能接下來5月份 包括00940 00919 可能都會把他的這個比例權重往下調 所以可能對 這個長榮 接近5月份會有一些壓力開始 那謝謝易成老師提醒我們940 5月11月 919 5月12月要換股 940 919 最大成分股 都是長榮 注意一下這風險 老師他什麼要補數的 對 所以這個 去年長榮40%的持續創下台股紀錄 當然會把他自己的比重拉高 但是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就是會在這個後面 這個10大成分股這邊 會開始降低他的比重 他的比重可能要留到 其他的股票 所以其他股票應該會受惠 但是長榮本身來講 他資金可能會在 這個接近年中的時候會慢慢流出 好 是在這邊我們打夠 長榮這邊 9%還有919 有沒有看到 919這邊 919了嗎 最右邊 最右邊也是長榮10% 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自主風險 我們主 919 878 還有0056 老師有沒有看到 這個長榮風險是不是降低了 是 那如果只有940呢 那就沒有辦法了 這注意一下 這有跟大家講這些特別的一些 想法 所以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斑馬斑馬 快點 斑馬斑馬來錄 那你比較想要自主還是想要 那個 我自己主就可以啦 你自己主 自己主就可以 我們Freezer幫你主 不用收錢 好不好 歡迎donate我們 好不好 因為我們其實 是樂於製作這個節目啦 樂於的 那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廣告收益 或賺你們錢 或業配 都沒有 很多大型產業務 通通有業配 我們沒有拚他們 可是我們 更專注於就是 怎麼樣教大家 獲利唷 你不錯 你蠻瘋狂的 來 來看一下 好 聽了 聽了 來 所以要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晚間8點上線 135解判影片244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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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Bye By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聲 誰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頁都 放大股 想先放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沒聽他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腹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紀律 常過趨勢貌一動 I know 看空出下的球 動作有 我跟著你左右 賣酒盆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 福利社 底肩告訴你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該聊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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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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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